演员男祝贺被指出高中时期与不良分子一起玩 经常校园暴力他人 令人震惊地举报 举报者还表示 他和那群15人左右的不良少年团体 一起度过了漫长的学生时期 包括弹步陷雨 打骂人 抽别人凳子 指使他人去买东西 插队 用笔丢人后脑勺等 在共参时间 用身体撞同学插队是最基本的事情 谩骂和殴打也是每天都发生了事情 男祝贺以纯真的男主员工的脸 出现在荧幕之后 让举报者再次想起了被霸凌的漫长岁月 除了举报者外 遭受校园暴力更严重的朋友们 甚至干脆不看电视 再接受精神科治疗 之前男主任和此前校园暴力演员金蜘蛛是知心好友 这件事也成为了话题 经纪公司回应 看到了报道 目前正在确认中